大家好,我是石涛 在这期《今日点击》和石涛评述的开始之前 跟大家介绍涛哥砍电影的节目 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算是正式跟大家推出 电影是现今文化当中人们非常依赖的 或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电影中它主要的内在的东西就是一种人性的探讨 生命的理解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涛哥砍电影在YouTube上的网站 我们选取的电影《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奖影片 在过去十年里 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世界排名靠前的经典的作品 那目的很简单 依然秉承着石涛与大家分享的 在电影当中展现出来的人性、人文、社会 和如何看待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自己遇到的欢乐、苦难和真实以及虚假的一面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今日点击或石涛评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这可是当年遍布整个网络各地探讨中国问题的一个说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8年、09年、10年 特别是在08年大概11月份 美国雷曼公司出事之后 两房出事之后 带动全球出现金融危机 当时温家宝宣布投入4万亿救市 那我们当时的节目 今日点击已经有了 没有石涛评述了 我们当时节目当中说 赚钱的机会来了 国家不发展 那怎么挣钱呢 对吧 谁挣钱 我爷怎么挣钱呢 国家没项目 我这做爷子怎么做爷啊 四万亿 你再加个零 四十万亿 我跟你说 也跟你很随随便便点不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节目 那个时候的节目 还没在YouTube上 2008年 2009年 一定有发展项目 一定有大国崛起的过程 一定要把这个大国崛起的这个史盆子做好了 这个盆一定做的纯金的 盆一定是纯金的 史一定是他的 这就是从2000年之后 江泽民主政时的党国的辉煌 那今天看到的反腐不就是那样 而那个时候人家说要也反腐 所以一直网上疯传的一句话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就是说在讨论着胡温政府 胡温政权能做什么 他什么都做不了 那史盆子里连他们的史都摊不上 就这么一个历史的过程 对不对 就这么个历史的过程 那这个历史的过程 才给今天我们看到了波澜壮阔的一幕 当初那么多中国问题专家 中外都有学者在网上发表文章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会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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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中国问题专家 都探讨过这问题 写的不是一篇两篇的文章 那我提出的质疑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没人说这话了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问题专家 这样的网站新闻媒体 中国新闻媒体 那个时候整天说这句话 今天你们为什么不说了 他真反腐了 他真下家伙了 真动刀子了 真砍人了 真的超过于这么多 所谓中国问题专家 所以为的反腐的程度 他已经远远超越了 就王八丑绿豆对了眼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吧 因为已经超越了太多人的理解和想象 太多人的理解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他的理解的背景是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永远在 包括沈大伟 对吧 沈大伟说中国进入了 共产党 中共进入了崩溃的阶段 沈大伟推崇的是曾庆红的一套 我刚才说的那一套 就是曾庆红的一套 大屁股崛起 以淫荡和欲望贯穿整个党的生活 就是曾庆红出的主意下的手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的 我说作为江泽民曾庆红 他手下的官 都是买来的女人 对欲望的放纵 换取自己家族的财富 几年前就这么跟大家讲 他哪里 他难道没有意识形态的建设吗 江泽民曾庆红 有完美的意识形态的建设 就是欲望 淫荡 难道那不叫意识形态吗 绝对是意识形态 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 建立在女人的身体上 那就是绝对 决绝正正的物质基础 来满足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欢乐 活着干死了算 一群都不是人 你乐 别乐 对不对 可北京城 整个上海滩 有几个不在这样的过程中 这是意识形态 这是精神思想 你别老按照党的宣传的方向走 所以今天的马 今天的事态 现实的环境 他真的反腐了 他真的打了很多人根本连想都不能想到的 打到了这个程度 那就亡党 提到亡党 谁又不敢说了 因为共产党完了 自己饭碗就没了 包括很多中国问题专家 共产党完了 他写文章写不了了 不知道咱说了 对吧 有朋友就说 石涛你天天骂共产党 你说共产党真完了 你得失业 可能失业呀 对吧 可能失业 但是石涛是在人性的角度去谈 我相信完了之后 我还能白活 但是站在共产党的打斗当中去谈 那个人就不好白活了 就像今天似的 今天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观点 有朋友说 涛哥你节目做的少了 他原来有很多人能写 今天都写不出来了 没了 你现在你看文章 说今天反腐走到哪去 没人说话了 真的没人说话了 通篇就是爆料编故事 对不对 替江泽民说话 那一两家媒体也在写 已经写不出东西来了 写不出东西来了 瞎编烂造 胡说八道 据国内的内部人士 据中共高层 与中共高层有着深刻关系的 内部人士 昨天出了个叫什么 说这个周永康将会被以贪腐之罪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胡说八道 以贪腐之罪 人家周强都已经说了 周永康跟薄熙来 他们涉嫌非政治组织 这个罪名都已经说了 那个爆料的还说 周永康会判死刑 立即执行 因为贪腐之罪 你别太out了 你别太落伍了 对不对 你得往前跟跟了 人家新的罪名都出了 你还在那放内部资料呢 据国内 据上层高层人士说 你不如说据中南海里的水里的蛤蟆 刚从北海游过去的蛤蟆说的 不就完了 那东西是深猴 绝对是深猴 我就是说呢 面对共产党崩盘 面对反腐亡党 有些人出于私利 搅混水 但已经搅不出水来了 反腐亡党就能保国 这是我们跟大家早就说过 对吧 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早就说过 什么叫天灭中共 重新找回人的道德 这是不是天意 重新恪守做人的尊严 这是不是天意 每一个人从放荡的欲望的环境中 解脱出来 这是不是天意 而在过去的时间里 把中国的社会的环境 比那妓院还妓院 妓院人说 那妓女还可以要 还可以不要 可以卖 可以不卖 今天不是 对不对 从中南海 到人大会堂 到中央电视台 人家挺逗 据说很多部门没有搬到中央电视台新楼去 不好搬进去 对不对 我觉得 我记得曾经跟大家描述过 那个楼叫做大裤衩 大家都穿一个裤衩 不分你我 这话不能往下说 他叫大裤衩 对不对 然后就应对了大裤衩 大裤衩楼建出来再掀 李东升 曾庆怀 把中央电视台的女人 很多女人变成高级妓女的消息披露在后 你说谁还敢往里搬呢 这事 中国人最好面子 心里有响 面子上过不去 这事也不好办呢 听着是笑话 那是真的 这都是人家一对一 怎么干出来的 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 当揭示出恢复了人的尊严的时候 这就叫天意 而这样恢复的过程 你自然要抛弃中国共产党 抛去整个江甲邦 因为江泽民在利用共产党 和用共产党的名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名义 把整个生活在这块制度下的老百姓 带到了欲望中 摧毁着自己人性 那想重新恢复尊严的话 你必须抛掉它 反腐亡党 不反腐亡国 而反腐亡了党 保了国 就在对线中 就在现实中 就在今天的过程中 所以很多人替党 在骂共产党时 潜台词却说 共产党万岁的人 今天都说不出话了 因为今天的发展 已经超越了他的眼睛 能够看到的最远的地方 他看不明白了 他不愿意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原来说错了 他不愿意否定 那怎么办呢 沉默是金 他可以用在这儿了 但有一个人说话 包同 这是中共体制内高层的人 然后反过来今天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遭到了迫害 包同在两个小时之前 自由亚洲电台 登了一篇文章 文章提供中文章 反腐败和中国命运 首先提到了习近平 做了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不想做或没有能力做的事情 习近平否定了整个过程 过去了 你记住包同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也就是说 中共最上层曾经经历过的 做事的方法 政治秘密 他和手段他都懂得 习近平正在做的热烈 紧张 镇定 有秩序 有成果 给世人以深刻印象 口碑解好 然后他提到哈佛大学的马诺德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当时马诺德的文章 他就提到反腐会激化 然后会把整个社会崩溃的说法 他就提到习近平担当风险的问题 那也提到马诺德不是不赞成反腐 而是打老虎拍苍蝇的办法 反得了中国的腐败吗 没错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早跟大家讲 打老虎拍苍蝇不能成为国策 但是是可以在过程中过渡 是个非常实用的办法 所以今天中国的国策并没有出笼呢 如果你一定要寻找国策的话 就是以法治国 以法治县 紧接着讲腐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 它是不公平 不公正 不公开社会的必然产物 又要维持这种制度 又要杜绝这个制度出来的有机物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作为这个制度的最高的智囊者之一 包同说 你今天的反腐败的一切 是这个制度的亲身儿子 必然有这样的爹 必然就有这样的儿子 你光杀这个儿子 爹就可以牛脸再生杀 你得把爹杀了 这话听着都别扭 杀爹 共产党 党是你妈 这是党宣传的是老百姓的妈 那党的领导 不就成老百姓爹了 所以那都不是东西 那都是很坏的东西 然后他直接提到说 今天我们看到的展现世人面前的 中共特色的腐败 却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邓小平把发展说成硬道理 是他第一人 可是大跃进本来就是毛泽东原创的中国梦 那同样的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 跟当初毛泽东的大跃进是一个概念 发展就是硬道理 我在这个柴静的穹顶之下 在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时就提到 无论河北的非法的炼钢厂 还是山西的小门窑 你可以列出诸多在民间 人们为了活着讨生活的这样高度污染的东西 也包括在京章公路上 北京到张家口的公路上 奔驰的那些拥有合格标志 却是完全不合格的汽车 每天在奔跑着 运送着 维系着像北京市这种大城市的 日常的蔬菜水果粮食的生活 那一切都是在发展就是硬道理 有钱就是爹娘的概念下出现 对吧 谁跟钱有仇啊 对吧 出去去衡量一切的价值观都是钱 是这道理吧 当都是钱的时候 人就死了 当都是钱的时候 人就死了 人什么死了 人性死了 人的道德死了 人的尊严死了 而中共的体制下 人们在衡量一件事情成功与失败的时候 都是用钱来衡量的 有人又会说了 那外国人不用钱吗 外国人对人性的尊严 对人信仰的尊严 对人生命的理解的尊严 是至高无上 是社会必须遵循的价值观 这是说的一个道理 中国是管制的 如果说的不是道理的话 外国有卖的 女人有卖的 你媳妇能卖吗 对吧 在这个片子当中 在这个穷顶之下里提到一个雾霾 雾霾呢 它就引述了曾经在伦敦发生的烟雾事件 死了上万人 成为了今天中共中国雾霾的某种 外国也有 我也有 但我想问一句 伦敦出现过雾霾 巴黎 马德里 东京 新加坡 华盛顿DC 纽约 西亚图 多伦多 温哥华 那你说世界大城市多了 他们没排着队 跟伦敦一样 个个出现一次雾霾 死一帮人呢 你干嘛就捡出一个来 就说我们家全国都雾霾了 是因为我们家都学了 当时伦敦雾霾 我们家就都雾霾了 你怎么那么见骨头了 有些事 这就是共产党的宣传 不是对错了 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了 就是说共产党宣传之后 我们被洗脑之后 我们会进入某种 无可奈何的一种状态 会自动跟着他跑 所以共产党的机制叫脚容器 没有任何说别人不对的意思 我只是说 在那个影片当中 柴盛受到了某种 我个人认为受到了某种 外在的压力 他在一个绝对不敢碰的狭小的空间里 在使尽浑身解数 展现出他的专业的水平 和要表达他想表达的 但是他被严谨的控制在一个区域中 非常严谨 他也一点都没碰 所以文章里提到 在邓小平发展 就是印道理的背景之下 出现了拼命赚钱 但是人的欲望贪婪的一面展现出来 就出现了八九六四当时的学潮 而八九六四的学潮 学生们反对的是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 结果邓小平为了让他的儿子留下 他就杀掉了别人的孩子 就这么点事 杀掉了别人的孩子 所以共产党是嗜血吃人的 那在包同恰恰是在那个期间里下台的 包同说腐败是中国现行制度的 有机组成部分 经过二十多年 他说堪称一代人的适应 已经可以用头上长疮 脚底下流浓坏透了 包同也用这个词来比喻了 所以这是那今天讲体无顽腐 国无净土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 所以这就问题了 我们就说了反腐能够亡党 把党亡了 重新建立国家 这是可能的 这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在反腐亡党走向 重新以国家为基础的过程中 他最大的怕处就是社会出现动荡 那江泽民曾庆红整体帮派 为了抗争反腐 一定在社会中制造混乱 香港从香港610白皮书 到人大831的这个所谓的香港普选事法 都是故意挑起 包括梁振英 所以今天 我为什么说香港的问题没答案 今天反腐的人在绞杀整个中南海的最上层 绞杀中南海的旧主 那只蛤蟆和螃蟹 他把那东西搬了 香港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所以他不想 他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对香港干嘛 这就是香港 包通先生详细的提到了这个军队的腐败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不用说了 实际就根本打不完呢 对不对 江泽民的制度就是放纵欲望 那结果胡锦涛没办法 弄了一个纯金绝对纯金的盆 弄了一盆都是江泽民的屎 就整个给了习近平 习近平也挺乖巧 就说他只能接了 就接过来 他不敢动 对不对 然后说上打老虎下拍苍蝇 我问你这一盆屎 你说大夏天 它得多少苍蝇啊 苍蝇多的你都看不见屎 闻不着臭味了 太密了 你说这苍蝇怎么打 维护这个制度 就是这个金盆 如果去打苍蝇 啪一下拍 你说得占你一 你的一脸 得见多少屎和苍蝇 这是合情合理的 这是合情合理的 这么去打苍蝇 啪就见过来 对不对 你唯一的做法 就是别贪财 把盆扔楼 把盆扔楼 把盆往那一放 连屎在苍蝇 一下给他盖了 抛弃掉 就省事了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打老虎给尽听的多 打苍蝇就那么回事 因为都是苍蝇 不是谁是苍蝇 而是都是苍蝇 所以打苍蝇是配着来的 打老虎是真的 打老虎目的是什么 目的把盆扔放下 因为有人说 那盆是金的 对不对 那盆是金的 盆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制度 那文章到最后呢 因为他写的非常长了 他提到搞选择性反腐败 或者是是不是可以宣布 反腐到此为止 那包通先生直接讲 如果反腐到此为止 那就是祸国殃民 对吧 反腐到此为止 必然是糟蹋老百姓 糟蹋国家 这就是 其实包通先生指出来的 正是我刚才提到 几年前 人们一直在讨论的 反腐亡党 不反腐亡国的事情 当反腐走到今天的时候 就要把共产党完了 那国家安稳 民族昌盛 他说 须知反腐败是当前国家民望所归 明金收兵 势必丧尽民心 上马容易下马难 反腐的规律 好比中国像其中的足 过了河就没有回头路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过了河足的没有回头路 打老虎拍苍蝇不是反腐败的主路 他孕育着现实的风险 反腐败的主体工程 应该是在阳光下 公民社会为主体 遵循宪宪政民主的规范 建立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 这不是万能的 但相对而言 这是比较有效 稳健 小风险 靠得住的过程 所以这就是真正最关键 但是包通最后一句话 何其何从 关系着中国的命运 所以比较有效 稳健或者风险小的 靠得住的建设 就是改变社会制度 改变社会制度 那你让我说呢 就是把那盆扔了 我刚才说的很清楚 所以你记住 反腐亡党 不反腐亡国 而反腐亡掉中国共产党 国家就守住了 就是今天 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 我们说的大审判 就是将看到 共产党本身所带来的 一切的对人侮辱与残害的事实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